通过乡镇实地保护管理站工作人员的巡捕 以及红外线监测仪的监测 近年来我县镜内的原水、油水、油域等四个监测点 都相距发现了中火秋叉鸭 几天前在五祥溪电站坡下发现了22只 随着天气变冷 狐鸟越冬高峰期的到来 到五祥溪国家实地公园 越冬的中火秋叉鸭将越来越多 在中火秋叉鸭等珍贵狐鸟保护区域 进行全天候专制巡护 确保中火秋叉鸭等珍贵狐鸟的息息环境 无数干扰破坏 中火秋叉鸭 中火中火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